HELLO 大家好,我是桂野 我們在製作模型的過程中 上墨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它能夠讓模型變得更立體、更靜緻 過去我們接到過非常多的水晶器 常常在測試驗證能不能扛得住 髮型器的墨線椅 這個其實有點可惜 因為髮型器的味道其實還蠻濃的 今天終於得到這一款 沒錯,它就是GIC的水晶墨線椅 據說無刺鼻味,用水就可以清除 那我們就立刻要來測試一下 今天主要測試的項目有 第一個,各款水晶器會不會被吃掉 第二個,有動性如何 那我們就開始吧,GO! 爽口雖 demasiado 我躺在平衡中 我躺在一種海溜全球的夢外 我們應該甚麼不就可以 好,還有一種海溜燒的 correct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們把它拉近看一下 這裡 它有點清不太乾淨的感覺 一點點 那同樣的這個 浸濕的部分更明顯 就是比較 深的顏色存在 因此所以呢 我又做了第二次測試 好 那剛剛看到的這個第二次測試呢 其實可以看到就是 一樣的就是就是927 那它很明顯我特別選的黃色 這個更明顯就是完全沒辦法去除 那同樣的這個 系列呢也是一樣就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這兩款呢大概是沒辦法 那一開始我擔心就是說 會不會是我這個平面啊 可能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是你這個太粗糙啊 你可能比較消光啊 可能會消不掉 所以呢 我又做了在上面圖上的這個X20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剛剛應該也有看到就是 我們圖上X20呢也是等了5分鐘 那它可以很正確的 把它清除掉 所以呢 這部分呢大概就也可以稍微 驗證一下就是說 如果是927跟H系列的話呢 可能 這一款就暫不去用 但是如果你是 FV7 Airbeast 跟AK 這三款呢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圖上去都大概就是等5分鐘 那完全乾掉 然後去做 用水去清除 這些是完全沒問題的 那另外呢這個水晶 這個水晶的墨型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味道完全沒有 這一點倒是非常好 所以如果你是使用這個FV7啊 或Azbeast 或是AK的氣 水晶氣的話呢 你可以搭配這一款水晶墨型 我覺得完全是沒問題的 那它的顏色不只這一些齁 它顏色應該還有其他款 大家可以上網看一下 那我自己就選購了這些顏色 這個是我比較常用的 我自己覺得呢 因為我也常用FV7 FV7去製作這個各款的模型 那 搭配這個 完全沒有問題 甚至你家裡 也不會有任何的味道 因為 那個髮廊漆的味道真的是太重 那這個呢完全沒有 那我們也感謝這個廠商呢 能夠出這樣的產品 我真的非常開心 好 希望往後呢 之後呢其他器也能 能夠搭配得起來 大概就是這樣啦 好了 今天的測試就到這邊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Heck 多別人 nenhum 咖啡